而在基隆一名六十几岁男子 经常在酒后跟邻居爆发冲突 导致这几年官司非常多 包括伤人跟扰铃的案件就多达四十件 现在警方也为了避免该名男子再发生状况 就直接派员来安排防治姿势勤务守着他 没有想到昨天傍晚 该名男子居然情绪激动 挥拳攻击警察 躺在病床上不断抱怨 看来虚弱的红姓男子被送进医院的原因 竟然是当街打警察 红姓男子转身就对的远警挥拳立刻被警方压制 带回警局送进医院 躺在病床上被院方拘束限制行动 原来这名六十多岁的红姓男子经常在基隆市内酒后闹事 近两年来商人扰铃案件高达四十件 是周边住户的头痛人物 辖区派出所派员到他身边安排防治姿势勤务 不料三十一号傍晚 红姓男子酒瘾发作 突然挥拳攻击远警 使员立即赶到医院慰问被打伤的执勤警察 当然市长这个好意是说警方十二个小时 每天来监控他的一举一动 来保护我们市民的安全 但是今天我们的警员也被红姓男子给攻击了 市长的好意我们了解 但是他三不五十这个会攻击人 实在是对我们大家都很恐慌 所以最好是尽速的安置他 红姓男子送医后警方联系相关单位 认为男子情绪不稳定 才会无故动手袭警 已经符合强制护送就医条件 随即将男子送往布立基隆医院收治 留院观察 记者黄一杰金融报道 圣经员